先出炉的回教党丁能周期补选女候选人 诺玛拉·苏迪曼今天使致为女性争取和维护应有的权益 她表示将致力争取当地超过50%女选民的放心 这名女候选人今天凌晨在记者会上说 回教党决定派遣女性参与丁能补选 充分显示了该党对女性的重用与信任 也证明女党员在回教党和名联一样扮演重要的斗争角色 她强调自己在提名和竞选期间 将专攻丁能地方课题争取广大选民的支持 希望选民给她机会通过民主的补选 引领女性开创更美好的前景 公正党安邦区国会议员祖莱达也表示 回教党这次派出女性上阵 显示该党和名联不但跨越了种族的距离 也跨越了性别的距离达到一视同仁 她深信诺玛拉是具有高度责任性的女性领袖 这次出征是一项创举 诺玛拉苏迪曼在1973年6月6号出生于麻坡的甘榜使郎 是五兄弟姐妹中的大姐 父亲苏迪曼是市籍央区前任联邦土地复兴级统一局主席 也是该区联邦土地复兴级统一局合作社主席 母亲则是肯执民 诺玛拉苏迪曼在可美拉国小念小学 然后在丁能中学和西江末拿督蒙德拉中学念大学先修办 再进入东姑拜农市区学院深造三年 于1997年重回小学母校执教 一直到2010年底才持续教职 全职从政 拉美市坊间人称 玛拉老师的诺玛拉苏迪曼 在1997年结婚 育有三名子女 同一年开始活跃于回教党党务和活动 并在2000年受委为回教党拉美市区部妇女组主席至今 也兼任该党若佛州妇女组副主席 早前有关回教党 或许会派出女候选人出征定能的消息 甚嚣尘上 诺玛拉苏迪曼也多次随同政党的中央领袖出席政治讲座 如今上阵成为了事实 无疑为该党妇女组注入一记强行针 显示女性的实力不容小看 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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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